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如果巧合久了 我就不觉得它是巧合 就应该可能就是 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协助你 所以说一开始可能就是 多多少少人是一个新的东西 就会觉得抱着这种存疑的态度 那久了以后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你就不得怀疑 不能去怀疑这个力量 所以说确实是有神在 确实有神在 桃园大西迎出宋久庙 新年春节招财祈福众生效 御善师傅为了法会的举办 特地设立了两座金币辉黄 高耸之姿的旺财迎户塔 无论远观或是近看 或有普渡济世的浩然大气之事 行六角宽两米 高四米六的旺财迎户塔 庞然坐落于庙内中央两侧 好似众生祈福 终能直达天天的异象 而为何设立这两座旺财迎户塔呢 原来只要是参加民国九十九年 迎户宋琼大法会的信徒 当法会将琼送走了以后 六方会帮各位信徒把名字 生成八字 登陆在旺财迎户塔上 这样子就可以持续迎户招财 让信徒迎接富贵 财源滚尽吉祥招来 除此之外天公主还会为信徒 加持整整一年 使每一位前来的信徒 财运亨通平安顺遂 而在大兴淫妇宋琼庙 独特的招财法门之下 各位观众朋友也千万别错过 庙里特别呼吁淫妇 虚仙宋琼的法则喔 因为能脱罪 因而能无知变成无惧 而这里的宋琼仪式更是讲究细节 意义非凡喔 在新年期间 迎户宋琼庙有着许多令人望运望财的仪式 以及安丹的仪式 像是点迎户宋琼灯 光明灯和太岁灯 虔诚地欢迎各位善信大德 在过年春节期间 不妨来大兴迎户宋琼庙走走 补补自己或是家人的财运及运势 如果对以上的内容有所疑问 请拨打以下新春直安祈福专线 03-388-9355 03-388-9355 台湾人爱拜拜拜拜爱台湾 各位观众朋友请锁定 每个礼拜六晚上九点到十点 世界卫星电视台 拜拜爱台湾 五百五保比拜出科文期 大家欢迎你 拜拜台湾 我们下次见